字幕提供 各位在看桌面聊天的朋友 你們好 如果你們想加入一份 那就要拍短片 自我介紹 再講一下你想講什麼主題 然後告訴我們 發送到E-mail 好運 E-mail在哪裡 這裡 哦 Hello 又來到場邊聊天的時間 收集了兩集的意見之後 我覺得這集一定要講一下阿仙奴 除了繼續有我車車在這裡 有Keyman在這裡 你好 今天有兩個阿仙奴的嘉賓 我們有女將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仙奴球迷嘉欣 Keyman 自己叫自己Keyman 好 另外還有英國的 英國的阿仙奴粉絲代表 就是有 我們之前也見過的 阿沖 Hello 我們是阿沖 你好 是阿沖 是呀 網民見過 但賣面的那些 他就不做阿沖 阿仙奴才出來 當然 幾個月前 跟大家在場邊聊天 都見過面 這次因為阿仙奴就找回我回來 今天應該是場邊傾波歷來第一次 男女性別是5050 是不是 咦 追到常見澳運 是啊 是啊 厲害 整個氣氛是長和 融洽 喜歡還是喜搬 有車車在這裡不融洽嗎 不是 車車一個是融洽的了 但不是最融洽 現在就是 周焕聰說的 就是二比二平手 不過唯一的聲浪就是怕 不知道會不會左右升度 那兩位 那兩位 不會 不會 很大機會 哈哈 好了 剛剛的車車就說 經過了兩集 來到這一集 就 信眾要求阿仙奴 其實我就覺得 你這個引言 是不太準確 因為前兩集沒有人提阿仙奴 曼聯就提利物浦 利物浦就提曼聯 那阿仙奴就好像 就是 無端端爆出來 那樣 那今天就 豎起另一支旗桿 就告訴大家 你們是另一輩子 不是啊 有提過 因為說阿仙奴多美女粉絲 你記不記得 上集沒有嘛 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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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才特意要找 這次說一下阿仙奴 我想問一下 兩位正經一點 少少問 我想問你們其實究竟 因為什麼原因喜歡阿仙奴 或者是喜歡了多久阿仙奴呢 這個都是大家想知道的東西 家欣先說吧 我連絲比較淺一點 因為我記得我是2015年的時候 跟過 去英國一個旅行的那時候 那我們就有看過兩場球 一場是車路士對曼城 一場就是阿仙奴主場對阿仙奴為拉 然後那時候那個旅行 其實是首先 雖然我們有去到很多球場到訪過 但是呢 就有訪問過其中一個就是阿仙奴那些媒體中心 我記得那時候他們 就是他們說他們的YouTube頻道 當時是不是很多人負責的 訪問完他們之後 我就再有回去看過 阿仙奴當時的YouTube頻道 然後再加上呢 那時候很記得是去到英國那裏看了一場賽事 雖然都有看過阿仙奴對曼城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很神奇的 你沒有感覺就是沒有感覺的 但是呢 當時最後那場球就是看了阿仙奴隊 阿仙奴為拉 那場就是贏了5比0 然後再加上去看了很多阿仙奴YouTube 那個年代那時候的球員 很多互動或者各樣的事情 而開始了阿仙奴 而且主要是因為當時是喜歡艾朗蠟絲 因為艾朗蠟絲而喜歡阿仙奴的 是啊 說藍絲的就是他 就是說很多分別有喜歡不同的粉絲 就是講起家欣就是喜歡藍絲 還有很多的 龍甲寶啊 皮里斯 不過那些是組你一代 所以家欣你今天是被選拔出來的那個 被選中的一個 因為剛才也說過有很多 對阿仙奴女粉絲是有眾多的在香港 其實可以開很多集的你們 就是每一集找一個阿仙奴的旅球 可以玩很久的 玩很久 聊很久 你想說什麼 就是聊天 當然聊天 那家欣呢 原來你十年都不夠 你下年可以跟Gary又切蛋糕 成為阿仙奴粉絲十周年 這樣 是啊 是啊 問多一點點 我想知道是你影響Gary喜歡 還是 Gary都喜歡阿仙奴 我猜一下 我覺得是Gary 被迫著的 哈哈 是他被迫我 還是他被迫著要喜歡阿仙奴 原來有對方很厲害阿仙奴 藍絲又英俊 你快點和我 買一件球衣服 喜歡他 很可憐 他經常問這個問題 經常都以為是 好像是因為我喜歡他跟我 但其實不是 一定是他喜歡先的 因為他看球的連絲 再長我很多 所以是他喜歡阿仙奴 當然是 哦 那威回來了 是啊 他再久一點的 我跟他的 我跟他的 那我想不到有原因 2015年的時候 你會 不喜歡阿仙奴 難道你去支持車路士嗎 是嗎 是的 也可以這麼說 緣分 所以我只是說 好了 那說完 年輕的一筆 真是資歷淺度 真是很多變數 很開心 但是周萬聰那些 2015年你差不多 不看球 不是的 2015年都看的 剛剛 如果你說 算我年資 那就多過佳欣很多 我就大約是2000年 頭左右 就是當時就是 有最厲害 就是在近代來說 都是最厲害的那幫人 亨利 柏金 龍格寶 皮利斯 就快到了25年了 不過在這個位置 我想叉開一點點 阿仙奴本身就不是我 人生裡面第一支 喜歡的球隊 小時候 你也是一個沉塑的過程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 你喜歡的東西 都要找好 我記得小時候 如果來講 我有兩支球隊是喜歡的 在我小學的階段 第一支就是英格蘭球隊 那支叫愛華頓 因為我第一次看他 就是84年的足總盃決賽 兩位妹妹都未出生 愛華頓贏了冠軍 然後就 喜歡這對球 我喜歡的第二隊球隊 就是香港的 那就是藍華 所以就和Keyman 不友好 Keyman就是喜歡精工 去到後來 過了很多年 去到真的2000年頭 開始喜歡阿仙奴 後來我發現 原來是有關係的 那些三隊球隊 原來我都是選了一隊 在那個時代 是可以打破到 那個時代另一支球隊的壟斷 你可以想回愛華頓 80年代 他有幾年 有段時間可以騎過利物浦 他贏了兩次的 當時叫做鷹甲冠軍 然後 精工那時候很厲害 但藍華 其實有些時間可以壓到他 然後去到阿仙奴 又在那時候 當廢爵爺帶領那個王朝的時候 突然間 雲家來了之後 又有幾年可以壓到萬聯 我覺得 好像幾支球隊是有些分別 但原來我又找到一些 一脈相承的地方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的 嘩 你這個故事這樣說 就是 立刻覺得你整個正義了 那個人 是嗎 對啊 我現在很吸引 打倒強權 真是很有趣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小時候都是 我是 我不喜歡一些 當時德靈很厲害的球隊 對 我記得當時 利物浦來過香港 踢表演賽的 對保老華 你有沒有印象 沒有 沒有 OK 不要緊 例如那時候 小時候是知道 有些什麼 對勁的 因為 例如你捧精弓 我覺得 你不喜歡 就是這樣的 自從精弓撿了一顆之後 我也很喜歡藍華 然後我又發覺 為什麼我後來喜歡阿仙奴 可能就是因為我小時候喜歡藍華 見波三次 哦 那你萬能利物浦都可以選 好像今年 現在嘉欣那件 這件真的很像 今年這件是很多人說像藍華 所以我今年都隔了幾年 我今年其實我都賣了 但是阿聰呢 剛才他演繹到 就是 專門選擇一些打破強權的球隊 這下我覺得是挺厲害的 這個定位 所以我預計阿聰應該遲些就會轉會了 你又想轉 不知道 替你阿仙奴坐鏡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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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你阿仙奴 如果接下來是紅霸 球壇 那你就差不多又要轉了 那我現在很矛盾 究竟我真的 究竟期不期望阿仙奴是繼續 就是贏不了還是怎樣呢 這個也是很矛盾的 但是因為我和阿聰 我們的球零比較接近 其實我是說這些 我挺有體會的 說真的對你說的 因為大家選擇哪支球隊去支持 是很有趣的 是會變化 雖然我沒有你這麼明顯 就是初戀那一隊 接著就青春期這隊 那現在就做了爸爸這隊 其實也不是這樣 但是會有轉就是 但是你也會想一下 其實為什麼這隊球有什麼吸引了我呢 就是有時候我們說笑這樣說 難道真的因為個帥哥 你就會喜歡那對方 那何況男生看球更加 不 待會你們兩位女生可以說一下 但是男生看球更加 但是如果我想回頭 我很多時候真的因為某個人 可能是球員或者領隊 那你又怎樣 那你從何時怎樣 就是喜歡了阿仙奴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他殺無射 不敗 那時候你會看到整隊球 我形容是一班懂得變魔術的人 在這個球場裡面出現 還有在以前 例如你九十年代 或者二千年之前 沒有那麼多所謂歐陸的打法 沒有那麼多頂級的歐洲球星來到英格蘭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我看球看意大利 看西班牙 看了英國球 當然萬聯是很厲害的 但是那種踢法 那種吸引力 其實都依然 在歐洲來說 還不是最頂級 慢慢慢慢 你去到後來九十年代中 柏金 然後有其他 例如蘇拿 古烈志 真奴拿 這些 你會覺得在那一段時間 都是很頂級的 歐洲球星來到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特別是雲家 他來到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是 將整個英格蘭的足球改變了 這樣就很好看 然後跟著 那個年代阿仙奴就是狂入法國兵 那一堆九八世界杯 二千年歐國杯冠軍那堆主力 來到之後 你會看到 原來英格蘭的足球 聯賽裡面 是可以這麼吸引的 你看到 例如亨利那些 不喜歡的人 就說他狡猾 就是 整天就 就是 還沒排好人牆 射來佛球 或者是 其他一些很 古靈精怪的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 很賞心悅目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很 是很吸引我當時 剛剛開始叫做 我重新去 重新去看球 中間其實我 由中學那段時間 是停了的 因為 友善 那時候要給月費 所以就沒得看 但是後來 後來我就入了 友善做 有員工優惠 同事 你好 同事 那我就想問到你的單 就是你剛才說到 雲家 那家欣你 你當然知道誰是雲家 但是你對雲家的印象是怎樣 因為雲家 是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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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到2016 你都沒有記錯 還是2018 2018 其實2018 不是很久之前 但是去到後期那幾年 他是被人哭打 叫他走 對 很慘 我自己在旁邊 作為球迷 這樣看 我就替他有些不看 他們都這次 今天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覺得 罵錯他的 因為其實他在阿仙奈那一年代 是最穩定的高峰 前四都已經很不得了 其實 那家欣呢 你去到後期 2015你開始喜歡的時候 其實在看他尾水 當時應該每個都叫雲家 歐 是啊 是啊 但是我 我都是 雲家派別的人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一隊球隊 我們不是說 完全用金錢堆砌出來的球隊 始終他一定都會有高高低低的情況 還有雲家 我覺得雖然我看的時候 阿仙奴已經是 過了以前雲家最高峰 打贏阿仙奴的階段 但是他的確是一個很偉大的教練 而且他真的曾經帶過阿仙奴 上過一個很高峰的地段 還有那個年代 因為我知道 以前有很多球迷 就是整天笑 就是說阿仙奴最喜歡就是賣隊長的了 就是每次那時候 經常都會賣走自己的隊長 但是我覺得 在雲家的情況來說 我覺得他是 怎麼說呢 就是夠遠視 他是為了球會的長遠目標去做 他是 那時候因為要建一個球場 但是你一個起球場 他真的用了很多很多錢 結果你 很多時候你都真的要為了 去買賣球員 去成就這件事 但是他這個 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他前人中暑 然後 現在開始 阿仙奴 可以慢慢 後面的人 真的可以享受這件事 所以當時 我其實是 就是 我是 我想我都算 迷魂黨 大家叫的 就是我都不會是 不斷罵 覺得要走啦 走啦 那一隻的 是啊 公道自在人心 就算不是阿仙奴 粉絲 也知道 就是 魂家對於阿仙奴的影響有多大 因為 從剛才說 魂家還沒來之前 麥以後 你說格拉罕這個名字 是不是 車子下 我不認識是誰 那 說到格拉罕那時候的球 也有成績 但是很悶 那時候的阿仙奴 在魂家之前的年代 簡單跟你說 就叫做 瞞波 就算他拿股均 他們是志在贏 一比零就算 所以那時候是不好看的 粉絲 那個年代 其實他都威風過一段時候 九十年代頭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粉絲 直到魂家 那魂家改變了整個阿仙奴 我自己在旁邊看 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這次 綠豆 每兩個星期就跟不同的球迷聊天 那今天是第三集 那是萬聯利物浦阿仙奴 我發現 我想回這段日子 大家怎樣加入這對球 喜歡這對球 其實 如果用球員來做這個 對象 就是說我喜歡哪個球員 倒不如說 在過去二十年多些 其實我們看英超 其實就是用領隊來做那個對象 就是有幾個領隊 他差不多就是畫了那個時代 魂家後 胡怡文就是另一個 就是廢格信以外就是他 那利物浦其實一直都沒有 直到高普 高普 就是他變了一個時代 那車路士當然是摩連奴 又出又入 那所以 就是講回來 我覺得 哇 就是講阿仙奴這一筆 魂家真是有時間講 阿聰 是啊 就是其實 剛才那裡 阿嘉欣講的那個迷魂黨 就是去到 我覺得是臨尾那 都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其實都分化了裡面 阿仙奴一些球迷 你去上一些 討論區啊 上一些群組啊 大家又去恥笑大家 其實我自己的心態就是 其實我去到 臨尾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罵的 我也有去罵 或者是 會覺得 走吧 就是你曾經風光 但是 其實你慢慢 你會看到 我們所謂叫乾堂 乾狼才盡 或者他那個 戰術上面 他沒有辦法去配合到 時代需要 就是當年呢 如果你說回 阿嘉欣開始捧那幾年 其實又是剛剛 叫做有個所謂小陽春的 就是過了那個所謂九年 九年無冠 二零一四年 他入了足總盃決賽 開球六分鐘就輸兩球 玩完了 臨尾又被他贏回 接著一五年 為免過足總盃 一七年又贏過足總盃 那麼 那幾年是突然間 又好像 回來 但是去到二零一八的時候 這樣又 終於 都走了 那麼當然最後 他當然是說他自己走了 但是背後 究竟是不是有些高層壓力呢 大家永遠都不會知道 不過你說 雲家當然是一個很 相當有遠見 你會見到 他當時 2006年之後 要搬去新球場 跟著因為要還債 跟著每年要賣升 那一個陣痛其實是很辛苦的 對於很多阿仙奴球迷來講 以前覺得 例如你03-04年那季 不敗 跟著9802年雙鳥冠軍 我是剛剛是那個時代 開始捧阿仙奴的時候 你會覺得 喂 贏球呢 是一個奏仗呼吸那樣正常的 就是輸的 間中一兩場 但是你對著一些強隊是不會害怕的 但是小想不到 就是當我在那個時候 去看著阿仙奴贏球 是這麼輕易的時候 原來是不知不覺間 是進入了一段 就是很痛苦的一個漫長的旅程 一個 就是一個所謂的苦戀當中 這個也是我覺得 對於你的人生裡的一個考驗 就是說究竟 你是 你會不會在贏的時候 跟他在一起 但是當他失敗 當他低沉 當他沉淪的時候 你是不是繼續去保持到那個不離不棄呢 這個我覺得是 就是對我那個 剛剛那段時間那個年紀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來的 我覺得對於很多阿仙奴球迷來說 我覺得都會是這樣 還有剛才你也有說 就是0304那個季度 就是他們拿冠軍 就是那個時候真的很風光 那次應該是不是第三次拿 第三次拿 還有是第一次 英超至今 第一隊就是全季不敗 就是他那個 最後那個 有一個紀念版的 英超獎杯是金色的 就是 是故意做給阿仙奴的 是 我想說其實就是 你已經是那時候 就是這樣的看波連資來講 就是你會覺得 那一刻都 是很震撼人心 或者流了眼淚感激 就是問題是 由03至04之後 你真是很慘 我覺得那個時段 慢慢要經歷一些低潮的時候 我想知道你 作為阿仙奴球迷來說 那個心路歷程 你是怎樣去承受的呢 我都當你是不離不棄 至少今天 你還是熱愛這一隊球隊 是不是 是 是很痛苦的 那個過程 就是每一年 其實你會成為了其他的 那些所謂的 敵對球隊的 湧蹬的 恥笑對象 我最記得就是 2011年 那一年呢 就是阿仙奴是 入到聯賽杯 決賽 聯賽杯 就是杯仔 你現在當是 但是當時其實 距離上一隻杯 05年的足總杯 已經是隔了六年了 那麼當年入到決賽呢 其實那個對手是不強的 百明漢 不知為什麼那一年呢 那些利物浦啊 就是萬聯啊 車路士全部出局 那麼入到決賽 你對著百明漢 那麼結果你就 你最初你當然覺得 哇 就是很容易吃啦 那麼結果呢 就搞到 就一比一 去到 差不多原場打算打家事 然後就 去到臨原場的時候 一個 阿仙奴後防 一個很低級的一個誤會 那麼 失了一球 那麼就輸了 2比1 原場這樣 那麼 哇 我很記得呢 我是在朋友家裡那裡 看場球 那麼我朋友住天水圍 那麼 那麼 然後很不開心啦 看完場球已經晚上 半夜兩點多 那麼我住九龍 那麼 然後呢 我就叫的士 那麼已經個人已經很浮了 這樣 然後上了的士 那麼 然後司機呢 兜兜兜兜兜 很多圈 然後我問司機你做什麼 然後司機跟我說 他也是阿仙奴粉絲 其實我不是很懂路 哈哈 我真的整個人 都做什麼事 我心已經沉到這樣了 然後現在還要在一個 就是不斷在那裡繞圈的時候 嘩我都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結果我坐了很久 我才回到家 就是那段路呢 我覺得是 嘩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為什麼突然間好像 人就是這樣 就是你 當一件事不開心的時候呢 另一些東西 去埋你的時候呢 你又會覺得 嘩好像真是萬念俱灰 天塌下來這樣 2011年那場聯賽杯決賽 我覺得是對於 很多阿仙奴球迷來說 是很心痛的一件事 尤其是打算贏了 打算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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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當2014年 當2014年的決賽 一開球幾分鐘就輸兩球 最後贏了3比2 我記得我是去到 臨圓場 即是家時臨圓場 那一刻 差不多是圓場 接著我是整個人 我太太在我旁邊 接著她問我 喂你做什麼 接著我是不懂得打 醒啊 在那裡震 我從來看了阿仙奴的關係 即是十幾年 我是沒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是整個人震 是很害怕 喂你最後不要被人追回3比3 接著她一吹雞那一下 嘩好像 自己下場打完120分鐘 這樣的感覺 你真是覺得 哇原來 以前一些吃生菜這麼吃的東西 接著隔了9年 你都從 你都沒重新去嘗過那個冠軍之味 原來是這麼珍貴的 即是這件事 以前 她經常贏的時候 你不懂得珍惜 但是 原來那件事 是這麼好的 那家欣呢 家欣你有沒有這些 這麼流冷汗的經驗 我應該就是 那一年 捉獎杯的話 就會是 1617年 對車路士 那一年 即是 藍絲埋齋那一刻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是 有同球 阿仙奴球迷會的球迷 是 在香港又搞到一個派對的 接著之後 那時候 因為你經常 我經常都覺得 看球派對最 興奮 最開心的那個時間 就是如果當你對球 真的入了球 的時候 你整班球迷在一起 其實是很開心的 但是在那個情況下 大家都會 很緊張 究竟是 什麼情況 那一小時 但是真的 臨完場 即是真的 尾段的時候 入球那一下 嘩 我覺得 對 那種感覺 那種狀態 就真的完全 你的感覺是 由外到內 再到內 那種狀態 你會起雞皮 然後覺得 原來 贏球的感覺就是這樣 這樣 都很 都很有印象的 真的 我記得 剛剛因為 我們 我們和嘉欣去旅行 那 他是剛剛上季 上季 他是特意 和Gary買了 球票 在最後一場 的阿仕奴比賽 因為那時候 其實又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就是那一刻 你們 你們兩個 那一場球 我又想知道 你們的心情 就是看著他這樣 啊 這樣又流走了之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像現在挖他的倉巴 其實我 今季 去到尾段 都平常心的了 去到買球票那一刻 都覺得 不要緊 就是 都不會抱著一個很大的熱烈期望 覺得我們今季一定冠軍是我們的 就是上一季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跟那些球迷聊天 談開說 我們今季 季尾最後一場去看 那些人 就第一次都一定是問 去看看 鮮奴比亞 那我就會說 平常心 平常心 因為我是 是的 我一向的心態都是 那種 如果我對那樣東西 不會充滿期望的話 到我得到那樣東西的時候 就變成功能 所以就是平常心 但是 是很搞笑的 因為當時其實和萬成是差兩分的 我們 所以那場球 如果是萬成和球 然後 都還要看得失球差的 但是那時候 萬成那一場是對韋思涵 然後我們主場是對愛華敦 我們又遲遲都沒有進球 但是萬成那邊是比較早一點 萬成已經是2比0的了 但是我們在那個球場那個位 其實是完全收不到網絡 根本就沒有辦法知道 就是我們 因為我界中有些香港球迷的 我們根本沒有人知道 萬成那場球是踢成了 但是中間旁邊 就會有一些外國的球迷 我不知道是否他們的網絡 收得比較好一點 還是怎樣 他們就會一直在那裡 跟我們更新的情況 那萬成好像是先領先量球 那時候大家都是覺得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就覺得不要緊 就是你本身都沒有說 抱有很大的期望 做好自己先 首先我們自己要入球 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入球 結果呢 好像到之後 韋思涵是追上一球的 2比1 那時候 那些球迷全部都很興奮 就是在我們那個區域 大家都不斷說 韋思涵入了球 韋思涵入了球 然後到後期 直接無緣無故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說 韋思涵2比2 但是那一刻 我就覺得 不是那麼神奇 那時候 那麼厲害 但是 結果最後是 流了 因為大家都收不到電話 根本就是 完全是靠人傳人的消息 那當然到最後 就是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賽果 萬成就贏了球 而我們也贏了球 但是那一刻 始終我本身沒有說 抱著一個覺得 奇珍一定會出現的情況 而去擺那張波飛 雖然那張波飛真的很貴 但是 在我的角度看 就覺得 可以在一個尾場的時候 入到主場去看這場賽事 對我來說 我都很心滿意足的了 因為我也是這麼久 也只是看過兩場主場的球 所以 這個情況也不錯 就是我當進去看球 不會抱著一個 看阿少爺的 抱著一個 的心態進去看 那樣 多錢啊 進波飛 哈哈 重點多錢 哈哈 這件事不是我跟著 我是不是我助手回答你 哈哈 那阿聰呢 阿聰有沒有哪一場賽事 真的入場看 是簡直要戒大腿啊 或者是不停地用 這樣來打自己 然後才平伏多個心情 那怎麼都要說回 我第一次 入場看阿仙奴的賽事 那我特地拿回 當年呢 那張波飛在這裏 雖然我真的撿得很撿得很亂 那麼 放進去給大家看看 看看大家見不見到 好啊 你放近一點應該見到 放近一點 哎呀哎呀 那個光明 可以了可以了 嘩是韋詩銜來的 是啊 很棒啊 咦 四十五個你撿得 六十六個 那坐在 看不到什麼年份 120 他沒有寫年份的 4月7號 是2007年的4月7號 哦 三點鐘 Kick off 是 這場就厲害了 很深刻啊 是啊 第一場 那一年 阿仙奴第一年搬球場 第一年在油獎球場 踢 一直開季都一直在主場是不敗的 結果就是因為有一個來自香港的球迷 進了場之後 就 有一些的因素影響到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蝴蝶效應 令到阿仙奴呢 就經歷了 油獎球場第一場 正式賽事主場落敗 所以就是關於馬啟人事了 這一局 要了他 哦 真的 是不是看看場邊聊天 你也想走進來一起聊一份呢 是啊 是啊 那可以怎樣做 我問你 很簡單 就是你們傳你的自我介紹 拍條短片 告訴我們你想說什麼 然後PM場邊聊天 或者綠豆感就可以了 真的這麼簡單 是啊 等你 17年前 很壞的 就是專門靠別人的新場 很壞的 除了你之外 熱刺那個都好像是第一場 都是輸給蝵蝶的 不過算了 那些不要說了 蝵蝶這些球隊 第15集再說 是啊 那你那時候是旅行去看的 是啊 旅行去看 那時候每年都會 有小朋友之前 每年都會 特意去找一個假期 然後就去看一場 或者如果幸運的話 就看到兩場 這樣 那麼這也是一個都幾特別的 就是那時候都 叫做有 就是有 都有限的財力之下 這樣可以窮遊之餘 死亡死底 其他地方死亡死底 然後就 給錢入場 這樣 但是想不到呢 那幾年其實很有趣的 我每年進去看 其實呢 阿仙奴是輸多贏少的 就是我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那些都成為了 我都被一些朋友在那裡嘲笑的對象 就是他們說 喂 你是不是入場啊 你入場呢 我就去做些事情的了 這樣 就是 就是他會覺得 你對家 是的 就是他覺得我入場 就是會輸 那的意思是 我那幾年入場 都是 不知道贏了一場 好像其他不是輸 又和 但是呢 很有趣的 就是過了十幾年之後呢 我來到英國之後呢 我記得我在2021年9月到埋的 那一年開季其實很差的 阿仙奴 頭三場輸了 然後對曼城吞了五彈 然後排在榜尾 所以我到埋的那個星期呢 阿仙奴是在榜尾的 這個真的有今生沒有來世的 真的 我會覺得這樣 然後跟著我一到了之後呢 就連續很多場不敗了 那不用兩個月呢 那跟著阿仙奴就已經上回去 就是頭位了 那跟著然後 然後過去兩季就和曼城 就是鬥到最後了 所以我這個 這個都關你事的 阿仙奴黑星這個名字 就隨著 就是可能個人那個的年代不同 那個命數不同 就改變了一些事情 那現在就 我的朋友就叫我做 你好像成為了這個阿仙奴的吉祥物 這樣 不如首先講一下比賽 因為我覺得你剛才講一下比賽 我的感覺在那裡聽 我覺得原來你們和利物浦粉絲是有點相似的 可能又不是杯賽 總之少些掛在口邊的 但是阿仙奴就多些的 跟利物浦有點相似 所以我覺得你一直都在等待 就是有一個大喜 終於有一次就是坐正了 就是好像剛才你們兩位說 就是捧杯去到最後一刻 他一定要拿 就是拿到 終於證明自己了 當然了 接下來又準備在聯賽裡面 兩屆亞軍 準備再挑戰萬聖 我想講一下領隊 就是因為在雲家之後 就這樣轉了手 其實在阿迪達之前那個 就是愛美麗來的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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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美麗 是嗎 最過癮就是他現在在維拉教了幾位出色 是嗎 所以其實我就看 其實阿仙奴如果當時給多些耐性 可能其實他都帶到你們去到另一個景地 OK的 但是不要管了 那就轉了 亞迪達 亞迪達現在這幾年又一直教 給我的印象就是 從開始沒有什麼特別好有味道 到現在就很魅力的 就是和整隊球 就是大家都是看著他 就是都是很有一個大將之才 開始和哥迪奧拉咬手瓜 就是阿仙奴的領隊 都是需要有這樣的將軍級的水平 有這麼charisma 才騎得住隊球 是嗎 因為我其實對於亞迪達 因為我喜歡阿仙奴那時候 阿迪達還是在做球員 就是阿仙奴在踢球 所以我對於他來講 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一個球隊的領隊是明大叔的話 其實球迷本身對他 可以接受的程度會比較大些 我覺得阿迪達最初接受的一段時間 很明顯是 真的要重新建立球隊 所以我覺得是真的需要時間 但是去到現在 你真的可以看到 有時候我覺得他是 有點像 我又不可以說他完全是 綁效哥迪奧拉 又或者甚至乎 有時候可能以高普為例 高普對於利物浦那種感染力 我就是覺得現在阿迪達 是正確做到那一件事 在球隊裏面 最初我喜歡阿仙奴都是因為 我很喜歡球隊裏面的球員的氣氛 然後真的是 好像一家人的感覺 我不會說經常都好像出現有一些 就是會聽到一些跟衣室的爭鬥事件 我喜歡阿仙奴就是 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們的氣氛 球員或者球隊 甚至乎教練之間 現在阿迪達做到的那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令到整個球會 好像大家都很信任這位教練 那阿聰呢 阿聰又覺得是怎樣呢 因為家欣剛才都說到 整對球好像一家人一樣 都很相信他了 其實回想一下 阿迪達是2019年尾那時候 臨危授命的 現在已經已經五年了 他其實在這五年裡都高高低低的 第一年就一手爛牌 可以說因為那時候 他是12月加盟 他只能夠用回原有人腳 然後跟著就慢慢當球隊開始 慢慢上軌道 就疫情了 然後跟著叫做局部地開 又被他撞一下撞一下 那一年又拿了一個足總盃 這個其實對他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開始來的 但是當然跟著那兩季來說 限於就是說你未能夠一次過去換完 一些你自己心水的人去打到自己的戰術 那兩年其實都有些聲音就會覺得 你夠不夠班啊 你是不是真的阿仙奴需要那個人 就好像我剛才說到就是 2021年球季 就是要說回剛剛我 剛剛我還沒到過那幾場球 當時其實壓力大 壓力也很大 就是你會想就是如果他三場球 沒有入球 失九球 是包尾 如果他跟著那個月 還是這樣的戰績的話 其實他都可能拜拜了 但是那個月開始就 突然間很厲害了 然後又贏了熱始了 你會看到他其實這幾年 就是慢慢撿一下撿一下 每一個位置都有一些 應該就是說可以去執行到他 那一套戰術的球員在那裡 慢慢慢慢也都是 form了一隊 好像剛才阿嘉欣那樣說 一個家庭 就是大家是很不分上下 不分你我 一起去一個團隊 就是榮辱與共的這樣 我覺得對於一個這麼年輕的領隊來說 能夠在這幾年裡面去 令到阿仙奴一直過往 被人恥笑你 那時候就說爭前四 後來就前八都幾乎沒有 然後現在可以去增標呢 我會覺得是 都 球迷來說是覺得 幾年前我都估計不到的 一個少帥 一個是沒有一個叫 正式坐正執教經驗的一個 一個人 來到阿仙奴可以去 帶到這樣的成績 所以這幾年 給到球迷是一個很耳目一身的感覺 我覺得 嗯 我想問 其實我印象 都有很多阿仙奴的標誌性的人物 剛才大家有沒有提過亨利 亨利也是一個英超名人堂的人物 也是窗迷投票 就是選他是阿仙奴第一人 如果讓你們選擇 除了亨利之外 你們有沒有哪個人 就是哪個球員 你們覺得 我都想放進這個名人堂裡面 現在英超名人堂 有幾個阿仙奴的 那麼 亨利 柏金韋拉 伊恩胡麗 和亞當斯 那如果你說給我選 因為我也是比較喜歡當時不敗賽季的幾年 最輝煌 我自己會選擇皮利斯 皮利斯 我覺得當時在整個阿仙奴的體系裡面 亨利、柏金再加他 再加上右邊的龍甲寶 其實真的是無堅不摧 他在一個右腳為主的球員 在左路可以打到天花龍鳳 就是那些球員 看見他是很容易進去 而且他又很瀟灑 那些球員 而且你會看到他就是 他不在陣中的時候 對阿仙奴的影響是挺大的 甚至那時候對法國隊的影響是挺大的 所以我會覺得是 如果要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皮利斯 就像我後面那件球衣那樣 嗯 那鷹鷹呢? 加鷹呢? 哈哈 如果我選 我就會選擇我自己替波 那個年代的球員 那我會選OCE 因為我覺得OCE 大家都公認是世界上那個年代 一個非常好的中場 還有當年我覺得他 留在阿仙奴陣裡面 其實對於球隊 那個年代其實 又好像沒有什麼給他 但是我覺得他的位置的確很重要 就是很多場球 各樣東西很多時候都看到 就是靠他在那裏坐陣 當年的阿仙奴才是 就是我又不可以說成績 才是可以保持到他叫做那個位置 所以如果我自己選 我選擇 我選OCE 嗯 嗯 那我幫你選一個先 嗯 那你選誰 選定未來的懷斯 幫你 是啊 幫你選定 過多幾年懷斯一定是隊長 OK 敵其懷斯? 在後面敵其懷斯? 是啊 看不到啊 原來今天嘉欣是穿的 就是印了懷斯的名字 見到啊 所以很有趣的 我一向跟阿仙奴那個感覺 我覺得阿仙奴是 就是朋友的對手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很多球員我們交換過 當然這個 當然我們心頭好 就沒辦法了 在阿仙奴他又真的再上一層樓 我看到 不過剛才我們說到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阿仙奴是一個很有趣的 雖然你們今天在我講的時候 你們都有一些 講到你們差點眼淚飆出來的那些 都是很緊張勝負的 但是 如果我們拉回劉劉祥看球這麼多年的歷史 其實我們喜歡一對球 或者能夠跟著一對球 或者阿聰最後都不轉會去另一對球 其實就是因為要靠現在 你支持的那一對球 是有一個風格在 而阿仙奴的風格 一直在列強之中 我自己覺得是最強烈的 就是他們的踢法 越木啊 或者打法啊 或者以前的歐六的味道 那這樣東西 你們覺得 未來會不會都足以牽動 拉著你們 就是 拿爭錶呢 因為爭錶其實不到你講的 就是 你首先要看看萬城看成怎樣 對不對 那如果萬城一路都很厲害的 那你就盡追 那你其實第二 喂 真心你上兩屆拿第二 我自己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我在旁邊看 我覺得一個阿仙奴的粉絲 其實 沒有理由全部就是靠成績 去令到你們喜歡阿仙奴的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我也想起一個 一件事 就是 你說 阿迪達來到之後 暫時贏了一個杯 2020年 那如果 之前的幾年都叫做吃八果 雖然你看到 整對球其實是在進步著的 踢法相啊 那個精神表現啊 鬥志啊等等啊 各方面是很多的讚譽 就是現在是 那些人說阿仙奴開國球 就好像 如果 如果對家輸一個國球給阿仙奴 就更怕過輸十二把 就是他們這樣說的 就是 出神入化 玩到 但是我突然間在這段時間 我突然想到 假如 或者是 假如 今年 又是贏不了的話 那其實 接下來阿仙奴或者阿迪達 那條路是怎麼走呢 當然 Keyman所說 就是說 我們 做球迷的 不是 單單是因為他拿冠軍 我們做勝利球迷 才去追捧 你去 選了這隊球隊 你一直支持 這個球迷就 不離不棄 但是我其實反而就會想 如果 今年 他不幸運 還是四大街空的 杯仔拿不到 那 阿迪達 他那個 未來 其實會怎麼樣呢 我也有一個疑惑 在這裡 我不相信 今年 他贏不了 然後就要炒 但是 如果你一支球隊 就告訴別人 哇 很悅目啊 你這幫年輕球員 很有未來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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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就是 在那個 維基百科裡面 他不會記下 你 哪一年拿第二 哪一年拿第三 他只會記下 哪一年拿冠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 他接下來 在阿仙奴的位置 會怎麼樣呢 我是有點疑問的 當然 可能有人會覺得 我是幾人休天 或者是 過度地疑慮 但是這個我想都是 我不知道 球隊本身 或者教練本身 球會本身 可能 他們接下來 都可能會面臨 一個這樣的 交叉點 都不一定 我不知道 嘉欣 你怎麼看 我同意的 因為 就是 好像剛剛 Kinman說 我首先 我一定不是 因為 成績而 留在對球的球迷 因為 我沒有阿聰的廉詞 那麼長 其實我沒有經歷過 阿仙奴 一個真的 完全大起的狀態 我只是有經歷過 大跌的狀態 好像剛剛阿聰說 試過真的 貴中 突然跌進去 榜尾的位置 曾經試過 有一個星期 但是在我眼中 就是 我所說 我一直都很喜歡 球會 教練 球員 那種氣氛 但是 雖然我去年 就沒有說 真的完全要抱有 一個看著阿仙奴 增標的 深大日 去現場 但是阿聰剛剛也有說過 就是經歷了 這幾年來 其實經歷過 阿迪達的 那麼多 嘗試 不同的方 不同的球員去試 其實我覺得 他已經是找到 叫做一個 近代阿仙奴 最好的 一個 踢法陣容 一班球員 那所以呢 我 就是我 我們的心裏 我覺得阿仙奴的球迷 都會覺得其實 如果是要 充冠 差第一 其實真的是 這一兩季的事 所以我明白 阿聰所說 究竟 如果 假設這一兩季 真的可能 如果是正確 還沒有什麼成績 究竟前路會是怎樣 我都明白的 這件事我自己有想過的 但是作為球迷的心態 我就覺得 都沒有辦法的了 你真的有時候 除了自己之外 你都要看一下 其他球會是表現成怎樣 所以 今季 我覺得 都有期望 這兩季 我覺得都有期望 還有 最尷尬的情況 就是 如果有時候 球員打起了 你去到這一兩季 假設大家都對你 期望十足 然後 最後 假設什麼都拿不到房間 其實那些球員 是會走的 所以 我自己都 希望這一兩季 我覺得是這一兩季 如果是要充冠的話 所以其實 例如今季 今季開始的時候 其實你見到 整班球員是 踢得很好 就是九月 今年開季 那個賽程 是很難接受的 其實 是作客維拉 作客熱刺 跟著 作客萬城 那竟然過了骨 但是當你過了骨的時候 那些雙兵突然來了 就是過往那幾季 踢到好像鐵人那幾個 薩卡 奧迪哥特 全部都倒了 然後你就看到 原來 可以突然間 對班尼茅夫 都輸了 那你又會覺得 好像 當連續幾季 夾慣夾熟 今年真的來了的時候 突然間又有些事情發生了 然後又那些 紅牌突然間就出現了 就是很多事情 突然間好像發覺 咦 原來你的人生都是這樣 你以為那些事情 終於都順風順水了 守得雲開見月靈了 但是原來又有一些另外的挑戰出現 我覺得這個也是 考驗一下阿仙奴的球迷 考驗一下他們的心臟 還有我覺得近代阿仙奴球迷 有一件事是和其他英超球隊很不同的 就是阿仙奴球迷 其實這二十多年來 是很少很少 經歷所謂的換領隊 你想想 如果你是 無論家欣 他是大約十年前 開始封阿仙奴也好 我這些二十多年前去封阿仙奴也好 其實你想想 這麼多年來 都是換了兩個 就是換了第三個領隊而已 所以我們對於換領隊這件事 是很不熟悉的 亦都是 那種的衝擊 可能會很大的 可能跟 例如 Keyman這些 也會很不同 他覺得 預料都是一六年復活 三年復活 這樣 所以其實這件事 都是對阿仙奴球迷 都是可能 都有一些 做了一些期望管理 不知道是否 我覺得 是 不過阿仙奴球迷是很有趣的 就是 是比較 不可以叫做感性 就是個個都感性的 但是呢 是比較 喜歡 去 理性分析的 我覺得阿仙奴球迷 普遍來說 我的感覺 就是我接觸的朋友 但是呢 我在旁邊聽你們 當然啦 在說你們的期望之後 也有憂慮 但是起碼 在幾支的前列分子裡面 阿仙奴 是可以叫做 是其中一隊 你們是有事情可以 就是想起很開心 或者是可以期望的 就是因為 對對波 你看到 我當你是萬成粉絲 那你現在都最多是平穩 你不會覺得今年好過去年了 已經 還有哥迪奧拿可能差不多了 這樣 那就是他都是穩步向下的 那利物浦換領隊 那現在觀望期幾好 但是他都沒有很著弱的 萬聯就不用說了 是吧 車路士剛剛坐穩一點 所以其實阿仙奴呢 如果拉闊一點來看 其實你們在這段時候 你們應該再享受 你們處於一個上星期 當然上星期當然是希望有成績 上星期 那聯賽冠軍當然是好 但我都說聯賽冠軍 你短時間裡面 你一定要問萬成 是不是 那這個要自己打得好 正如你上屆最後一場 你自己打得好 都要看別人沒有那麼好 反而我覺得你杯賽 尤其是歐聯 是應該一個好的機會 證明你們自己 即是你的實力已經可以雙線了 因為在剛才你說的 過去20年雲家時代 始終他就算是歐聯 他都沒有錯過 即是這件事 底氣差一點點的 在近代的阿仙來說 但我覺得現在你具備 即是聯賽很難說 但杯賽應該有衝擊的能力 是啊 我也覺得有力去讚 而且現在聯賽都打不夠十場而已 即是都有一段的路 大家慢慢放眼去看看 究竟今季季尾 會是一個什麼成績來的 不過時間有限 其實都多謝了嘉欣 還有多謝了阿聰 今天都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我都很希望這個正面樂觀的心態 可以季尾的時候 有一個好的圓滿的結果 希望啦 成就貴言 那你們覺得呢 我們這個特輯下一集 找哪一隊球迷好呢 韋斯咸就第15集 我才說 不要提韋斯咸 定了韋斯咸第15集 如果到時候還沒降班 應該 那你例如你 車路士那些都是 近十幾年是多了很多球迷的 其實 還有其實我也想找一下曼城 曼城 曼城 我發覺 曼城 有啊 不是很敢告訴別人 自己抱曼城 為什麼 有啊 不過真的 很有趣 講起曼城 真的沒有這麼多粉絲 我自己覺得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 曼城崛起了這十年 就是他本身應該就是掘啊 嘉欣那些的 誰知道又去了阿仙奴 就是你當你心有所屬的球迷 你很難中途轉態的 所以現在你說 譬如我十多歲 我喜歡曼城很正常 二十幾歲的球迷 已經很少是有空間 接受曼城 但不是沒有 那當然還有很多啦 就是在香港來說 那在英國不用說啦 大戶來的 那我們就是要想一想啦 或者可能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都可以留言 告訴我們 我們下一集 是說什麼 球袋或者什麼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今集就有個時間 你到這裡先 歡迎大家留言 告訴我們 你們的健康 可能有人說藍畫的 蔥那些 沒問題啊 我們都做到 阿蔥上來 阿蔥又來過了 老闆你叔叔那些少女 那些少女就要避一避的了 都不是很久之前 可能都有呢 現在還在這裡 說清楚 現在也有 謝謝幾歲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